实在没有想到啊 发售价600多的AlphaMax迪迦居然炒到了1200 而更没想到的是 这款产品居然出了一个118块钱的KO版本 1200 118 差了10倍的价格啊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到底这118究竟做的如何完了 我已经从包装盒里面看到了这个半个开窗 啥玩意儿啊 跟正版的盒子放在一起对比啊 尺寸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莫名其妙的搞了一个开窗 你这个东西放到实体店 根本就没人买 因为太low了啊 好歹你把它遮住一下 可能还会哄骗哄骗人啊 这个所有的图案呢 基本上都一样 但是印刷的效果差了非常非常多 来了不废话 118块钱 用完劝之后的价格 然后看看这个所谓的不一版本 到底能把原版呈现出几成呢 内容物同样也是两层啊 主体神光棒 这边两对半的造型手 然后这边呢 就是光线特效件 加上这个底座 哇塞 你看这个光线特效件的什么色泽啥的 做的都还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迪迦的主体呢 你看这边已经是歪的了 而且这个身形有一点 泡了很久的巨人观的迪迦的样子 咱们不废话啊 看一看 这款118块钱的不一版本 这个头怎么挥起来了 它里面这个结构是差不多的 哎呦 它这里面扭扣电池也给你附带了 来看一下啊 哎 这个没有亮光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怎么怎么怎么亮啊 再来再看一下 那它这个并不是靠神光棒的触摸来亮的吗 它直接就是这样子里面的一个开关 它并不是通过这个磁吸的设计啊 哎呀 那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胸口位置就不能亮红光了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头给它装上去看一下啊 哎 为什么这个插不进去啊 兄弟们你看 这边都鼓包了 怎么插不进去啊 哦果然有问题兄弟们 你看这个是原版的 后面这边都是几乎是平的 你看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一块这个皮啊 凸出来这么多 这个是让我把这边给它削掉 但削掉的话呢 这个后脑勺就空了 哎 没有动刀的话 这块就只能这个样子 算了 KO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亮光性 哇塞 这个亮光确实是很亮 连这边里面的这个脸啊 都已经有点通透了 那么暗光来看一下 哦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但很可惜 胸口位置 反正我已经试了很久了 确确实实是没有亮光性 它这边里面直接就是用开关来操控的 对比一下原版啊 哇 兄弟们你看 感觉还是这边更加的有灵魂吧 这个简直是 好像是两个弦压档挂在脸上 哦 不过额头位置 原版这边是不能够亮光 但是这款产品这里是能够亮光的 该亮的不亮啊 不该亮的亮了 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然后呢 头雕的对比啊 左边正版 右边盗版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盗版呢 在一些细节方面 比如说这里这个合模线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呢 耳朵位置啊 你看这边也有一些刮蹭的掉漆 但是有一说一啊 至少这一次的这个版本啊 它没有很明显的硫酸脸 还算是能看啊 眼珠啥的细节 你看这个正版里面 是有做出一些钻石切面的那种细节 蜂窝的细节啊 那这个盗版呢 里面就糊成一团了 并且可以看到 正版的这个嘴啊 它是比较平的 而这个盗版呢 这个人中的位置 它有点往上翘 就显得你看 这个好像是有点 吐舌头很俏皮的样子 至于这个侧面啊 看起来就更加的明显了 这次的这个KO版本呢 明显是制作的失误啊 这块突出了一些 导致呢 脸部完全没有办法密合 而在整个身形方面呢 差异度就更加明显了 可以看到这次的KO版本 简直是胖了一圈啊 在手臂腰身 还有裤装位置 尤为的明显 主要就是因为 皮套做的没有办法 那么的服贴 而FMAX的原版啊 确确实是做的相当的不错啊 把全同俊斧的那种 健美的身材 80%的还原出来了 那么这么一对比 这个简直就像是 炮发了一样 巨人观的身形啊 简直是不忍直视 你瞅啥 大胖子 细节方面 我这个KO版本 这边都已经硬歪了 然后呢 整个的皮套的细致程度 也可以看到 原版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 原版的这边啊 都能看到腹肌的一些细节 包括这个地方 做的也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看一下这个 完完全全 缺乏锻炼 而且这边你看 捏进去空空如也 然后这块呢 裤子都没有穿上去啊 手臂可以看到 原版这边是非常光洁的 而这边呢 皱皱巴巴的 看起来确实是不太舒服 后边这里 折皱就更多了 并且你看 这个地方 缝的还是错位的 这个原版你看 完完全全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腿部看起来 倒是还可以 KO版本就是稍微粗了一点 不过在这个脚底的部分 你看这KO版本啊 这边居然做出了一个 脚尖的上翘的关节 但是呢 原版这里啊 也依旧是一个皮套的这个脚 可动性方面 头部抬头这块 由于皮料太厚了 所以说你看会卡住 那么原版你看这块 头抬头的角度就比较大了啊 这块也是 哎呀 真的是该吐槽的地方 然后侧头也是非常的僵硬啊 头部旋转 哇塞 感觉这个皮都快给我扭破掉了 还是不要去乱动它了 然后这个手臂的部分呢 还可以啊 你看手臂平抬 不过就没有什么太清脆的齿龙关节 但是是有卡顿的感觉的 然后呢 手臂旋转 哎 这里还是可以啊 手肘弯曲的话呢 角度也算是挺大的 毕竟它这个不是太服贴的布料 所以说呢 干涉性不算很大 然后腰部旋转 嗯 然后呢 弯腰 但是都是会回弹的啊 腿部呢 前踢 哇塞 会回弹啊 这个真的是布料太厚了 并且没有齿龙关节 膝盖弯曲 你看 也基本上做不太出来 哦 侧踢还是可以 但前踢啊 这个完全做不出来什么pose啊 因为腿部回弹啊 所以说导致呢 摆不出太多的pose 再加上 它的皮套呢 过于宽松 你稍微扭一个腰啊 迪迦皱皱巴巴的 好像是漏气了 看起来非常搞笑啊 最后配件方面 左边正版 右边KO 可以看到细节还是差异非常大的 包括颜色 附带的地台呢 上面自然是没有任何的文字的 也是有磁吸的设计 这点很不错啊 可惜的就是 跟脚底板这个磁吸 你看 有是有 但是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啊 有点可惜 蓄力的光线特效件 上面是正版 下面是KOK 看到正版 真的是做得很漂亮 在灯光照射下 有一点点淡淡的紫色透出来啊 但是这个呢 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那种 渐变的涂装看起来就有点low了 而且呢 材质非常的软 并且这个特效件不能够安装 因为原本的设定啊 需要把这个胸灯给它拔掉 然后呢凸起凹槽结合进去 但是你看 我这边都快拔裂掉了 白痕都出来了 还是拔不掉啊 感觉好像是已经拈死掉了 所以说 这个特效件 白瞎了 而在光线方面可以看到 正版的是比较长的 颜色也更加漂亮 倒版的短短的 并且软趴趴的 确实质感还是有很大差距 好在这个光线啊 装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并且关节紧实度也没毛病 站立很稳定 总算是有点用处了 最后 两个迪迦摆出相同的pose 作为一个结尾 毕竟这款KO版本 实在是也摆不出 什么好看的pose了 总之 经过这个对比啊 相信兄弟们也看到了 这次的KO版本 确实做的有够烂啊 完全不推荐兄弟们去买 当然 现在的这个正版一千多 也确实不值得 所以说呢 还是等再版吧 如果再版600多块钱 还是相当值得推荐的 OK 这视频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